我們現在做了一個海豚 這海豚中間的關節用了一個很特殊的方式 就是橡皮筋的連結 各位靠近一點看 應該可以看到裡面的這個透明的橡皮筋 然後整個是用了2mm的後紙板 加上卡層構成的 中間有做一些穿動 中間有做一些穿動 那這個穿動的用意呢 當然就是很多用途 它可以穿橡皮筋 它可以卡住 我們再靠近一點 我最後的工法是這樣的 就是凹這個鋁線呢 上下個一個洞 上面穿過一個洞 下來之後呢 只要在這裡做一個轉折 就可以卡住這個橡皮筋 而且不會掉 那之前有幾個工法弄得比較複雜 之前的幾個工法弄得比較複雜 現在這個工法呢 我覺得最後這個工法最簡單 就是先折一個L型的橡皮筋 穿過去以後呢 然後卡到一個洞 然後另外一邊呢 用尖嘴鉗把它搬過來 讓它形成一個無法逆轉的一個狀態 所以就OK了 那這個底下呢 這三隻棍子的底下呢 會用取柄連桿的方式來操作 所以來造成這個海豚呢 游泳的一個動態 那現在用 因為用兩隻手操作三隻棍子 會比較沒有那麼靈活 那到時候這三根棍子 在橡皮上面會差120度 來構成一個Sine Wave的一個概念 所以應該就會很有趣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舞台動力實驗室 海豚跟大家說拜拜